歡迎收看事點31 從小到大媽媽教落 看人不要只看表面 看書不要只看封面 偏偏過去一個星期 我就發現只是用雙眼看 即是所謂的目測 其實都看到不少東西 其中一樣一定是港珠澳大橋 運營土測試報告造假這件事 當局說經過目測和打石市窗之後 發現大橋沒有列文 沒有異樣、沒有安全問題 還說可以如其通車 但香港人信多少成好呢 可以清熱你也是聽媽媽說 不要只看表面 是的 還不要只看一個人的身份 好像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早前被指用畜生暗奉童字 雖然他之後澄清說 並沒有對性小眾不敬 但面對嶺南大學學生會 對他相關言論的批評 他竟然直斥學生是毒屎片 其實以立法會議員 兼領南大學校董 這麼尊貴的身份 是否可以回應得更加得題呢 看書不要只看封面 但看條文、看內容都未必夠的 看《基本法》還要理解中央的心意 《基本法》定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等概念 但回歸20年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剛上星期說 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不允許有人以高度自治為名 對抗中央 那是否暗示中央對港人治港已經失去信心 甚至有權全面插手香港的事務呢? 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局的權力關係 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 而不是分權關係 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 對抗中央的權利 人大委員長張德剛日前在《基本法》實施 20周年座談會上重申 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另外早前有傳媒披露高鐵香港段 最終可能實施的一地兩檢方案 涉及內地在香港有全面執法權 全面管治權、全面執法權 對一國兩制有甚麼衝擊呢? 今天請來兩位嘉賓討論一下 分別有 胡漢青資深大律師 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 全國政協委員 你好 另外有 何的康大律師 是法政會司成員 歡迎兩位 先問一下 胡漢青 因為早前你提及到 香港的地底的管轄權 屬於香港是屬於中國的 所以執行內地法都沒有問題 會不會展示多一點 或是不用額外立法 或是怎樣? 我想有很大的誤會 我想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不是這樣說的 說到地底 我們說來說去 就是究竟現在說的地 是1997年回歸的時候 是未存在的 因為是西九地底 那時候我們是劃出來的 下面那個業權是很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大業主 基本上第七條說了 全部屬於中央的 但它授權給香港管這些地 跟回你以前的土地政策 所以問一下 究竟如果剛才這樣做 其實是否需要再做多一點 不是即時就等於 那個地底就是中國 先不要說地底 先說深圳灣模式 是不可接受的 這個extra-territory jurisdiction 好嗎? 如何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全世界的邊防 是根據它自己的需要 有彈性的 即是如果你今天 我今天很簡單 我在康樂園買一間屋 我進去買了 大業主就是整個康樂園的developer 我買了這間屋 那時候沒有地牢 非常簡單 好了,過了九七 我現在想掘地牢 一掘,我掘三層 那你就去申請 你當然有first option 因為你已經佔了地面 是你的 implied authority是你的 我意思是說 不會拿那麼多 你掘了四層 那三層你要 OK,是我們的 那層 你譬如說 在康樂園的例子 是沒氣候 大業主理管 I don't want the duty of maintenance 即是不要claim那麽多 所以我真是這個 雅之食王年的這個case 我從來沒有說過 some ridiculous 就說現在地底下面 全部解放軍來 你走盤 jurisdiction That's completely never been my point 我的point就是 地底的law sovereignty 誰是誰 very complicated You should study article 7 授權多少 我的意思是 是在我們那裏 給了我們那些 不要放 我們再拿多些 但不要拿盡它 我想胡大壯說的 複雜就是因為 如果你要把地底 所謂的業權 或者管轄權 把它分開香港和內地 兩個地方去管轄 那當然很複雜 但我的看法就很簡單 如果你說地底的 我不覺得地底 是無中生有出來的 就算它是填海出來 它本身都是香港的海域裡面的海底 所以這個地方 無論由邏輯上來講 或者是香港以前沿用的港英法律 甚至乎大陸法律也好 在地底的可用的 面積也好 空間也好 土地也好 全部都應該由香港這邊管轄 所以如果你說在西九總站 要一地兩檢 其實我就同意胡大壯所說 這個就是extraterritorial 是大陸的邊防人員 來香港執法 那是基本法 第22條港名不可以的 何德康的意思 是否當初1997年 已經說了管理權 包括地底上空 地面建樓 你一定要打樁落地底 那你不打樁落地底 那層樓會崩 那你授權得香港 用香港的土地 一定是包括地下面的空間 那如果我們在說西九 我們現在未有國務院的批准 都已經建樓落地底了 那我們又哪有權 去用地底的空間呢 所以這個和緒來說 我覺得是說不通的 我明白,謝謝 我再重複了 我的重點就是 不是香港 我們第一個經驗的 英國和法國 他就建了一個線路 不過他那些就不需要兩件 他就點了下車 從英國去法國 他的線路不是這樣看的 他在地底 他說全是限制地 不是說去到這裡 過法國太快了 變成他的線路是打動的 英國的線路 但他在海底 就一直打橫 他說這個都是線路 限制地 不要爭 是線路 問題就是在線路 那裡 那就是兩件 大家都有權檢查 來到香港 你現在深圳行是打橫 是反過來的 但在地底上 南北就是地下線 你明白嗎 那條地下線 答案是 為了香港要有這個邊見 他的線路就是這樣畫 打橫之後 在地底上 這個屬於國家邊防 給我們的利益 他進來就是做這個 不要搞了 I'd rather be defined 你說哪層哪尺 Literally that area only 對嗎 就是可以因應需要而決定 那個是屬於誰的 這個邊界的模式 會不會都對一國兩制 甚至那個自治的信心 可能也有些衝擊 我的看法也是 這件事行不通 為什麼呢 因為不只是邊檢問題 當然邊檢 你在西九地下那一層 有內地的執法人員 說你入境管制 還有有海關 你收關稅 甚至乎你手都知道 好像成大的學生 拿著氣槍 你會判他七年監 這些全部過了地底 第四層的關 他們已經全部做得了 如果你把這個模式 放在香港走 甚至乎 在西九過了關 香港執法人員 不會上車 到去到粉嶺的時候 有一個男人 飛離了旁邊的女人 這個究竟是 香港的司法管理權 還是大陸的司法管理權 到時抓人是誰去抓呢 大陸公安是車上執法 還是香港警察下去執法呢 到時抓了回去 去哪個法院去判呢 這些全部都是問題 這些border area 他有他自己的學問在 如果你能夠學習的法律 那關很簡單 這個restricted area 你在哪裡 沒過關 就是你處理 過關就是處理 過關就是處理 這個就是 universal experience 國際communication 我們要加入 有關一地兩檢 究竟做不做到 或者做起上來 如會有些什麼問題 或者會不會衝擊到 一國兩制 相信接下來如果政府有任何方向 大家都要繼續關注和討論 我們繼續講一下 就是將得剛 講到全民管治權 當中比較有爭議的 就是對特首指令的權 還要說是逐步具體化和規範化 現在是不是中央將會很積極地行使這個權利呢 我想它的emphasis就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我的主權的行使 你現在不要混淆是地方的管理 他們根本不想也沒有興趣去教你地方管理 會不會比現在做多了一些事情 你說港獨分裂國家 所以它對這件事 是一定要採取主動的位置 意思是會主動 我給你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香港有一個聯絡辦 這是很錯的 很誤導香港市民 你聯絡而已 你幹嘛要干預香港的事 選舉關於什麼事 你只是Postbox而已 聯絡 但不是的 中央政府一定要有一個 Representative Office在香港 它不是對13億人口交代 它對香港700萬人口交代 你怎麼跟中央政府 沒有關係 你明白嗎 問題就是 一開始的開部就錯了 你明白嗎 把中央的位置 所以你覺得現在是修正 重新權力問一下何的匡 你覺得這個 張德功提到 對特首的指令特別強調這件事 覺不覺得會有干預多了呢 所謂的 我又不覺得他特別強調這件事 不過是我們第一次聽 如果你說有指令的空間 就會是可能國防外交 或者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這個部分其實基本法裡 都有說到的 香港全面的地方事務 都是香港自己管理的 我看不到這裡有個空間 是說中央可以給指示行政長官 去管理香港的地方事務 你猜這二十年來 中央和特首的關係 尤其是特首唯一的人 是他可以contact 關於香港的管治 亦都想去述職 直接述職 他怎麼可能沒有指示給他 關於主權方面的事 肯定有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說到要具體化 規範化 所以我說 他說他一定有指示 但如果這個指示 以前是叫做 譬如說在幕後進行的 尤其是 他今天說到有好事 是高透明度 你今天要有一個指令給他 國務院指令 那你一定要跟過國務院的程序 即是上了桌面 變成透明度高 變成我們可以有憲制關係 但如果透明度高地干預 是否對中共 現在你說干預 我跟你說干預 如果你說那個程序 透明度當然好 比看不到的事情 剛剛他給了什麼指令 你都不知道 你以為二十年來 到現在香港 一個指令沒有給過 I don't believe it 我寧願你高透明度 拿出來說 這一個國務院指令 高透明度我當然同意 但是現在說 給指令特首 是關於什麼事項呢 如果高透明度出來了 是不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或者國防外交 不關於主權的事 是關於地方的事務 對於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是否會有一個影響呢 因為本來特首 是獲中央授權 處理香港所有自治範圍 以來的事務 如果加多一重 是有個國務院的指令 指示他要做什麼 我覺得對於所謂的高度自治 可能會有個傷害性 接下來中央的行動做法 會不會衝擊到一國兩制 大家都要密切關注 今天多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出名